聖經中講到 諸天術說 神的榮耀 的確 宇宙中有數不準的奇妙 而世上宇宙的時候 人經常有一個問題 如果聖經關於創世的記載是真的話 地球應該是年輕 也意味著宇宙都是年輕 我們怎麼可能見到宇宙中那麼遙遠的物體呢 他們的光線似乎需要億萬年才能來到我們這裡 很多科學家都在剁磨同樣的問題 今天他們根據科學和聖經中創世的記載 試圖解答這個問題 事實上 有形形式式的可能方案仍然在探索之中 在這個短片中 我們會討論到其中的幾種 我們會首先簡述到兩個比較來歷史的想法 很多人都可能聽過 第一個提議就是 或者光的速度在過去比現在快 若是這樣 遙遠星體的光線 就會需要比現在短的時間 就可以傳播到我們這裡 第二個想法 經常被稱為成熟的創造 提議到主所創造的宇宙 一開始就處於有功能的成熟狀態 包括在空間裏做出的所有星光 星光就立刻將地球和遙遠的星體連接起來 在創造論的圈子裡 這兩個想法曾經很常見 但今天關注這些想法的人已經比過去少 幾個新的想法取而代之得到了熱烈的討論 幾位科學家提出 主畫許過去以某種方式 直接作用在星體或星體所發出的光線 或者在創造周裡 主超自然地 升光加速來到我們這裡 或者它最初創造的星體來地球很近 然後將它向外推 作為聖經裡提到鋪張朱天的一部分 在上述兩種情況裡 光線到達我們這裡的時間都會比看起來少 有些人詐異有專業資歷的科學家 為何會考慮這麽奇蹟性的場景呢 而創造宇宙的事件 原本就是奇蹟 所以在這個時間 發生一些奇蹟性的過程 亦都不足為期 除此之外 其他科學家仍然在探索 更加建基於物理學的答案 例如 遙遠星光的問題 其實假設光束在一切空間裏都是肯定的 而有些研究者質疑這一樣不一定的正確 這個講法被稱為VSL 即可變光束 這個想法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一種的可能性是光線在較弱的引力場裡傳播較快 在現代物理學裡 引力被理解為有質量的物體造成的時空扭曲 正因為這樣引力影響光線的運動軌跡 這不單是一個理論 而是一個可以實際觀察到的事實 例如 我們看到遙遠的後景星系的光線 在繞過前景星系時發生彎曲 這個稱作引力透鏡效應 那又跟我們話題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有些科學家考慮到 既然引力影響光線的軌跡 會不會影響到它的速度呢? 時至今日對光線的所有策略都是在太陽系裡進行 都是在太陽的引力場裡 所以有這種想法的倡導者來看 我們其實不知道光線在行星之間的速度 或者光線在星系深度的空間裡的傳播速度 如果光線在那裡更快 這個顯然就會縮斷光線穿過宇宙來到我們這裡的時間 這樣就可能解答到光線傳播時間的問題 提到引力 就讓我們討論另一個關於遙遠星光的問題的可能答案 這個問題其實假定了時間在宇宙各處都以行定的速度流逝 而從物理學上我們知道並不是這樣 事實上有很多種情況會造成時間流逝的不均勻 在很多的情形中時間流逝的速度對於不同的觀察者並不一致 就讓我們討論一種情況 引力導致的時間膨脹 奧因斯坦的相對論認為引力是影響到時間的 具體來說 時鐘如果處於引力場的深處 就會顯示到時間流逝減慢 慢過引力場外部的時鐘 實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例如在華盛頓市有一台色原子鐘 它的位置貼近海平面 科羅拉多州伯爾德斯有另一台原子鐘 在海拔大約1英里的高度 雖然兩台時鐘的運行都是極度精確肯定 但在華府的時鐘所測的時間 是會比科羅拉多的時鐘慢一些 為甚麼呢? 因為華府的時鐘在地球引力場的位置更深 我們在航天氣上也看到更加強烈的效應 例如衛星導航系統必須補償時間膨脹 因為地上的導航器比衛星在地球引力場的位置更深 所以時間在循著軌道運行的航天氣裡 是會比地球表面的時間流逝得更快 但這件事和遙遠的星光問題有甚麼關係呢? 《聖經》幾處裡都提到主鋪張駐田 可能意味著 宇宙最初比今天小很多 如果宇宙有一個重心 而且宇宙裡的漫物 在起初佔據著少很多的空間的話 就會發生引力時間膨脹 在一些場景裡 宇宙漫物甚至 或者處於一個黑洞裡 黑洞的引力這麼強烈 以致能造成極度的時間流曲 即使沒有黑洞 宇宙中的質量分佈 都會影響到時間 現在常像主開始鋪張宇宙 質量分佈隨之而改變 宇宙各處所經歷的時間膨脹的程度 亦都隨之改變 在某些場景裡 時間流射速度會極度放緩 甚至令到地球上的時間停止 而同時在遠處的星系 會經歷大量的時間流逝 在創造科學家圈子裡 關於這個過程的詳情和持續的時間 都存在幾個不同的觀點 但其核心就是 在主於創造出宇宙的時候 在不同的地點 時間流逝的速度可能是非常不同 今日宇宙各處時間流逝均一 除了前面提到的局部差異 但在創造周的時候 情況到底是怎樣? 按照這一種思路 在宇宙的遠處 時間可能過了億萬年 為光線存和提供了充足的時間 但在地球上的時鐘顯示 可能只是過了一點點的時間 或只有一天 剛才提到 創造論的學術界 提出過這個理論的不同版本 而且科學家仍在探索其中的一些推論 而我們可以知道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引力時間膨脹效應 是可以引出驚人的動見 為遙遠星光這個問題提供潛在的答案 在一個短片中 我們討論了針對遙遠星光問題的幾個不同的思路 另外還有更多的理論 我們在此沒有時間提及 即使如此 有一點是明確的 針對今天我們怎樣可以在年輕秀造的地球上 看到遙遠的星光 存在很多種可以解釋的思路 也有很多個可能的答案 但其實即使進化論的模型 大爆炸其實都存在光線傳播的問題 稱作世界的問題 天體物理學家傑森萊爾這樣解釋 大爆炸被認為是替代聖經創造論的解釋 但它都有一個類似的問題 一個光線傳播時間的問題 被稱作世界的問題 這個基本上跟觀察到的 從宇宙遠處傳來的 宇宙微波背景有關 我們發現它們是非常均勻 但不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在大爆炸的模型裡面 宇宙邊界各處應該有不同的溫度 但為何會這麼均勻呢? 顯然必須有光從較熱的區域 傳到較冷的區域 才可以平衡各處的溫度 但時間不夠 即使137億年 都是不足以讓光線從可見的宇宙的一邊 傳到另外一邊 這就是大爆炸的光線傳播時間的問題 在我來看 既然替代聖經創造的理論 都有與聖經創造同類型的問題 那你就不能說 遙遠星光是反駁了聖經創造 而支持大爆炸 畢竟上帝是全知的 它可能用一種我們已知道的機制 也可能用一種我們不知道的機制 讓光線在幾千年內 從遙遠的星系來到地球 這些對一個無限的上帝來說 不是問題 當我們思考這些可能性的時候 我們應當謙卑將自己自身在神話語之下 記住當上帝真文若巴的時候說 當我殿納大地根基的時候 你在那裡 你若有聰明只管說罷 是誰定地的赤道 你真知道 是誰把準成拉在其上 你自身以來陳命定神光 使清神的日光 知道本位 叫這光普照地己 你若全知道只管說罷 光明的居所從何而知 黑暗的本位在於何處 你總知道 因為你早已身在世上 或者因為你日子的數目也多 光亮從河路分開 東風從河路分散遍地 你能系住卯星的結嗎 能解開三星的大嗎 你能安時領出十二功嗎 能引導不斗和除他的種子嗎 你知道天的定黎嗎 能使地歸在天的權下嗎 MING PAO CANADA PORTE POR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